新世佳 那生活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活是真的 那你在生活中说假话吗 不说 我说 一句假话没说过吗 从小到大 我从2016年开始 我演了一个话剧 里边有一句话叫 一成可以抵万恶 那个时候我就不说假话 我向你学习 所以我想问你 即便你在舞台上 我们所有的剧本 确实情节全是假设的 我们的角色是假定的 我想问 雨交在你身上 临你的感觉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我以为 可能徐正老师用了一句 特别喜剧的方式 叫真真假假 什么喜剧的方式 这是完全证据的方式 对 所以我以为 如果你真的把它设定成假的 或者准确地设定成真的 都是不准确 我以为是 我想不准确地设定